創作歌手魏佳穎亲自唱出自己创作的歌曲 这是台北友善店家主题曲 已经在台北市居住多年的魏佳穎说 自己真的很喜欢台北 泡在台北超过24岁 因为我就住在台北 有什么特别去截取灵感的方式呢 因为其实我在台北也住了好几年了 但就是那时候刚搬上来的时候 然后朋友都会担心我 想说问我会不会不适应或不习惯 我想说我好像绝对蛮好的 没有这个问题 对而且很喜欢台北 我还有就是早上嘛 然后你好就是白天的时候 白天才可以用 对 晚上是要用 跟班牙 与魏佳穎联手拍摄外语宣导片的网红 伊库老师也分享自己与友人 在台北店家消费的经验 直呼台北市真是太友善了 那个时候是牵到我的朋友 第一次来台湾 然后呢来到台湾嘛 然后想要让他说刚刚一点点中文 然后练习 但是呢没办法 因为大家都会用日文 全部都是日文来回答 所以你没办法用中文 没办法练习 完全没办法 老师刚刚要准备讲音乐的 在歌词填空游戏中 俏皮跳着时下最夯的花朵舞 台北市副市长林毅华期盼 透过让人朗朗上口的主题曲 加上多国语言的短影音 吸引更多国内外游客 到台北体验友善城市魅力 因为我们台北市的观光呢 跟消费我们的诉求的对象 不是只有台湾本身的旅客 而是呢是国际友人 所以特别特别伊库老师 我们希望拍国外外国的一个语言 能来宣传台北 让大家认识台北 也希望能够到台北来旅行 那另外呢魏佳莹的部分 他年轻人啊 创作一首歌曲 来当做我们的主题曲 这个主题曲也希望能够 未来我们都用这首歌来 当过主题曲 让大家认识台北的友善 因应国门开放 已经吸引超过700家店家 加入的台北友善店家服务 目前包括有 因日韩外语友善 行动装置充电 穆斯林友善 等共15项友善服务项目 未来还将加入高龄友善 及私自友善 让服务更全面 未来我们还会做 高龄友善跟私自友善 这一块 把它加进去 让我们社区 让我们的邻里周遭 能够感受到 我们店家的一个诚意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那当然最重要是我们 把我们的商圈 推展出去 推销出去 让国际 以及国内的各个地方的人士 都能希望 喜欢来到我们台北市 那这是我们尽最大的力量 台北有故事 台北友善店家 台北小旅行 有我带你走 除了延续台北有故事主题 规划七场次 带领民众走访西门中山 大道城 士林万华级民生社区 六处特色商圈的 友善店家小旅行外 即日起到8月14日 更推出 有我带你走创意活动 民众使用店家优惠券 或友好金进行消费 还有机会抽到万元友好金 你可以到我们的网站 台北友善店家的网站 就今年参与的所有的店家的 这个 我们店家所有的名号 然后呢 大家可以去里面玩 那个趣味的小游戏 完了之后呢 应该就可以得到优待券 或是有200元的 这个友好金 然后之后你就拿着这个 优待券跟友好金 你如果就再去我们的友善店家 就是200多家去消费的时候 可以怎么样 可以抽 一万块以上的友好金 可以抽一万元以上的友好金 或有很多的家电产品 总共算不多 就36万 但就让大家一起来 透过这样的过程之中 来让大家更多的店家 来认同这样一个友善的概念 林毅华强调台北市 不只有丰富多元的特色景点 还有热情好客的店家服务 欢迎大家一起来感受 台北这座城市的友善魅力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Scary 都是 我 湾 搞 感谢观看